今天我们继续拆灵动创响的 名侦探柯南桌上小摆件 这套叫名侦探柯南桌上破坏者 谁能想到柯南里的小黑人嫌疑人 居然单独出道了 全套是六个基础款 没有隐藏 跟上一套柯南不同 这套除了有手机支架 还有一些其他的实用桌面小摆件 感觉挺有趣的 这个系列没有卡 咱们直接拆袋 抽到的是这款 炸弹犯人手机支架 这小黑人的五官身体线条什么的都做出来了 不过他这个姿势也挺难拿的 他手里拿了个定时炸弹 这是准备炸我的手机吗 持刀犯人挂件 小黑人的表情是多少人看柯南的童年阴影 这只我觉得特别适合挂在电脑上 让我看看谁今天在摸鱼 绑架犯人口红架 这个我可太喜欢了 他绑架了我的口红是吗 斧头犯人变签架 卡槽的位置就可以放变签了 这个小黑人是要偷袭我吗 持枪犯人摆件 在我的桌面上不允许任何一个娃娃当摆设 我觉得挂个皮筋也不错 拿个这玩意多箭外呀 拿个小卡子多好看呀 最后一支 锤子犯人笔架 如果我没写完作业 我就会说我的笔被小黑人砸坏了 好了以上就是皮匠给大家拆的 名侦探柯南桌上破坏者盲盒 你喜欢哪个桌面小摆件呢 评论弹幕区告诉我吧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就给我点一个免费的关注 再多多跟我互动吧 我们下个拆核视频见 拜拜